上次做完异形系列的科普视频之后 不少小伙伴一定是看过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解说异形系列是没有带上铁血战士 今儿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也借机科普一下铁血战士这个IP 在雷德利·斯科特所导演的异形系列中 铁血战士这个物种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而且在前两部异形电影问世的时候 铁血战士这个IP根本还不为人所知呢 直到吉姆·托马斯所导演的第一部铁血战士电影在1987年问世 他将科幻恐怖的元素嫁接到了美式英雄元素里边 把当时的动作片大佬施瓦辛格给拉了进来 意在让这个大只佬横扫各路神仙妖怪 这两种风格的碰撞撞出了科幻动作片的新纪元 上映之初就成为了轰动一时的B级科幻动作电影 一千多万的成本成功拿下了一亿多美元的票房 随着第一部铁血战士的成功 老吉在1996年送出了更血腥更残暴的铁血战士2 在结尾彩蛋的位置出现了一块异形头骨 后来也经过认证原来在90年前老吉就受到了特效师的提议 就打了将异形和铁血战士串联到一块的算盘 所以异形的世界观众暂时没有铁血战士的存在 他所考虑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人类的野心越来越庞大 在探索来源的同时造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连环因果报复 而铁血战士的世界观众却认可着异形的存在 虽然异形没有在系列电影中明确露面 可2004年的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将两位大爷串在了一起 事实上这三个系列电影的剧情互不相干 只不过铁血的世界观中存在异形罢了 今天我们就单从世界观来主要介绍一下要讲的主缘 铁血战士 其实这种生物的本名翻译过来被叫做掠夺者 而铁血战士指的是以州长为首对抗外星人的人类士兵 估计当初翻译偏名的人脑子瓦特 直接将外星人当成了铁血战士作为一名 不过后来大家反而习惯了 所幸将错就错一错万间沿用下去 铁血战士这个名字才广为流传 铁血一族是类人物种 电影外的设计师是将印第安土著和猎人作为结合进行设计 他们的外形接近人形 然而在不少地方却体现着兽型的特征 他们身材高大 大多身高两米以上 铁血一族中的巨人族身高甚至可以达到四米以上 他们的脸部器官布置得出其肘 嘴巴由外到内生出四万尖牙出手 面色好像皱巴巴的米黄色卫生纸 手脚两处各带里扰 部分铁血生来自在野猪一般的獠牙 发型比非洲的脏辫更粗更长 别看这帮孙子长得挺土 他们却拥有高度的外形文明 来自遥远的外太空 具体来源不强 同时早就征服了宇宙星辰 掌握了星际航行技术 最重要的一点是 铁血一族是一个酷爱猎杀的种族 不少人将尚武精神用在他们身上 可尚武表现时不受压迫反抗不攻 可不是逞凶斗狠的 这和铁血战士简直是两个处众 铁血一族更倾向于战斗精神 或者杀戮精神 是实打实的战斗民族 在科幻界也被称作宇宙最强烈手 他们非常喜欢将对手扒批错误 最后收集他们的头骨充当自己的荣耀 不过他们的杀戮和异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们本族从蛮荒开始时 就有着一套自成体系的杀戮价值观 这类生物将杀戮看成荣耀 杀戮就是本族的发展与延续 游手好闲的他们 整日游走在宇宙的各个角落挑战强者 越强大越聪明的生物往往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对于那些触手可得的猎物 他们在自身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 永远不会杀死手无寸敌的对手以及弱者 包括怀孕以及濒临死亡的生命体 即便作为高级生命体 再独武的他们也不会因为某个重要人物被杀死 而屠杀敌人整个未免 他们在挑战强者的同时更尊重强者 可以说他们最想杀死的目标 也是他们最认可的对手 如果对方真的消灭了一位狩猎中的铁血士兵 这位敌人甚至能受到铁血长老的亲自家讲 至于铁血战士们的猎杀流程 那可是各有前求啊 主流的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跨未面作战 青年铁血蹲守在敌方未面里观察一段时间 在发现强者后率先进行干预 即便他有着一举歼面的能力 他也不会轻易出手 作为一个崇尚杀戮的民族 他们向来享受杀戮 会不断的玩弄敌人的心态 等待敌人能有与之匹敌的能力时 在和他通胎竞技 比如在铁血战士二龙 铁血战士花蟹在洛杉矶杀人无数 他的目的就是逼迫主角积压奋斗 当主角的心智与能力成长到一定程度 时在与之对抗 第二种方式通常适用于高级铁血或成年铁血 他们率先在某个星球上建立狩猎场 然后从各个星球搜来不同形式的生命题 这些对象绝对是各个星球内最顶尖的选手 否则就失去了狩猎的意义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系列电影中 总是出现顶级杀手精英队员 黑帮打手无缘无故凭空消失的桥段 在狩猎场中 可能会有不同星球的侮辱 而且狩猎对象不单单几个 他们往往逼着敌人自相残杀 甚至放出已被驯化的外星猛兽冲散敌人 经历过这些之后 敌人们通常会拧成一小股神团队作战 这时再和剩下来的精英力量对抗 才正中铁血战士的下怀 当然了 铁血战士们也有翻车的情况 不少铁血会因为能力不足 或者对方太强大而自我了断 不过这在铁血士族里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他们生于杀戮更死于杀戮 就算自己临死之前 他们还有最后一步棋 通常在铁血战士身上都装置着一个炸弹 也就是自毁程序 炸弹的威力可以用小型原子弹来进入 即便剩下最后一口气的 也要把自毁程序启动 万一还能拉一垫背的呢 说到这里 我们来介绍一下铁血一足的武器装备 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用来遮住丑陋面包的面具 说白了就是一个高级到不能再高级的战兽头盔 这面具不单单起到保护作用 最牛的作用是可以通过它操纵身体上的热武器 还可以在不同的作战情况下 提供热力视角 以适应战场的顺序万变 在氧气稠密程度不同的地方 还可以进行输氧或过滤气体 当遇到其他物种无法翻译的语言时 面具也会自动读取并进行翻译 至于他们的热武器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肩膀上的等离子炮 这种火炮可以由面具控制 加上红外线可以说是指哪打哪 肩炮的大小不同 威力也不同 能力强的铁血甚至可以双肩佩戴 冷兵器方面更是无花八门 第一个是可伸缩的开刃飞镖 飞镖通常分为六爪 体系极小是个便携力气 镖的中空部分也可以用手握住 直接当成拳套 第二个冷兵器就是万刀 也是铁血战士最常规的武器 大部分的万刀有硬度很强的合金制程 平时收缩在肘部 战斗时可以自由伸缩 在经过后期装备升级之后 大部分万刀都抗服时 可以防止异形的钻叶 冷兵器还有冷鞭于长矛等武器 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铁血的折叠式长矛 作为它们最强的中近距离作战武器 长矛具有极强的贯穿力 可以很轻松的击穿异形如钢铁一般的剃甲 在必要的时刻 长矛也可以当作投掷武器进行使用 除此之外它更是铁血一族身份的象征 据称长矛两头的尖刺越多 这位铁血的身份就越尊贵 这里主要提到的武器 应该是他们左臂的卫星电脑 甭看着东西挺小 实际上结构非常的复杂 它几乎可以控制全身上下所有的武器 更可以控制全身隐身 以及面具的光谱扫描 同时它也是自毁程序的载体 在铁血战士2中有人提到 当年铁一里引爆的微型炸弹 摧毁了方圆近乎数百个街道的面积 至于空间装备 我们提过铁血战士的空间技术特别强 外星飞船是它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可以分为小型捕猎船大型母舰 像独狼这类的英雄级铁血 甚至拥有单兵作战飞船 说白了就是个私人飞船加武器库 它可以自由穿梭在各个位面 解决上级翻下来的纠纷 至于外星母舰是它们最高科技的运输工具 除了可以搭载数以万计的铁血战士 还配有威力最强的超能激光炮与引擎装置 同时跨空间飞行的能力也特别强 这么大的东西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啊 铁血们的主要武器装备其实还不止这些 实际上它们的武器五花磅 还有什么器械营 外星猎犬 网枪等等 只不过电影中使用的频率较少 至于铁血的士族分类 电影中没有明确指出 不过游戏内倒是分得很明白 在系列电影中出现最多的便是常规铁血战士 分支则可以分出青形铁血 前两者通常负责侦查行动 不过前者实力更平均 后者的实力偏重于追踪于右骨 并且极度喜欢单挑 贵族铁血的装备通常更加的精良 血统也更加的尊贵 一般都是铁血中有头有脸的公子哥 它们比前两者肩上的担子更重 比如异形大战铁血战士的太子三人组 就得通过层层试炼才能证明自己 至于普通铁血不需要难度这么大的试炼 电影中最强的就是铁血长老与狂战士铁血 只有身经百战阅历最为丰富的精英才能被追踪为长老 长老拥有自己的军队以及战术采取权 所有下属的铁血都会对他的命令百分百服从 而狂战士铁血属于黑暗铁血 黑暗铁血是铁血战士中的一个分支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常规战士是人类的话 那么黑暗铁血就是地球上的土著 它们与铁血的大和社会格格不入 有着自己的杀戮价值观 黑暗铁血的长相往往更加的下凡 面部处处凸显出猛兽的特点 它们的单兵作战能力更强 四肢更加发达 可是头脑叫普通铁血来讲比较简单 装备也比较简陋 然而在单挑的情况下 大部分常规铁血根本打不过黑暗铁血 最著名的就是新铁血战士中的 湿面相面英面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湿驼领三人组 狂战士铁血则是黑暗铁血中的精英 它们的实力更强并且更加的野蛮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铁血战士 异形人类之间的关系 在电影的世界观中 铁血战士在人类未开化前就来到了地球 在这里教人类穿衣保暖 完善基础设施并创建神教 各个金字塔内的神灵都是它们的缩影 尤其是神教文化的起源 玛雅金字塔 当人类风衣足时 不在风餐露宿之后 它们的神学世界和精神世界也得到了充实 还涉事卫生的人类 便单纯的将它们封为神灵 铁血战士一看人类已经完全被洗脑 于是鼓励人类在金字塔献祭场里为它们献祭 将人类与异形卵孕育出来的爆脸虫结合 爆脸虫寄生在人类的体内再产出异形 随后未成年的贵族铁血们 会被投放到献祭场中与异形对抗 成功通过成人里的铁血会被加冕一朵大文化 如果快要全军覆没 或异形逃出金字塔寄生了更多的人类 那么铁血战士便会启动终端的自卫程序 毁灭异形的同时 所有的文化与历史也将毁于一旦 这也就是为什么玛雅文明悄然消失的原因了 每次试炼过后 铁血战士都会改进作战手段与作战装备 更会将逝去的人类强者的DNA收集 拿回去加以改进注射到新生代体内 这也就是为什么铁血士族的作战能力会越来越强